那我們今天還講就是說 我們的本土病例 跟死亡的個案 今天都零 那境外移入有8例 那整共在境外移入有8例是7男1女 年齡10多歲到60多歲 那從越南有4例 印尼1例 柬埔寨2例 美國1例 入境日期是11月15到11月26 那今天的話 我們到今天29號 到今天有25天 這本土都是沒有個案 那我們大概從11月就從明天起到12月13日 我們仍然維持 全國仍然維持二級的警戒 那相關的裡面大型活動 基本上在維持二級的警戒 大部分的 規定都沒有很大的變化 那戴口罩 免戴口罩這次也是 還是一樣維持 原來的一些規定 至於在 在歲末跨年的大型活動的防疫的準備 那基本上還是跟去年是一樣 那裡面大概也要特別的注意 就是說 大概是販賣區的話 販賣區的話可以指定或劃定一定的販賣區 那在那販賣區裡面可以飲食 但是在除了販賣區以外 其他的廠內 不得販售飲食 也不能邊走邊吃 那也不能說在 在大型活動的場地內 因為要拍照 那就把口罩脫 脫下來 基本上我們要求在場地內 當然有很好的社交距離 但是很空曠 那當然又另外 基本上我們是要求 在大型活動 基本上他都相當的擁擠 所以希望口罩都能夠把它戴好 那室內的活動 不得販售無座位票 就要說在室內的活動裡面都要有座位 那落實實聯制 規劃固定的入口 那在入口處呢 要量測體溫及消毒 好 那當然這兩天 有各地方政府的 各地方的首長 都對這次的疫情各有其意見 不過 終歸我們來講就是說 這個疫情的變化 都是相當的快速 所以整體對於活動上面的一些相關的限制 或是規定 基本上都是會滾動式的檢討 所以在規劃相關的活動的時候 要事先有這樣的一個心理準備 更一先的規劃